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在冬季特别是北方室内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家里的兰花蒸湿 很多花以外在蒸湿的时候呢 都会用喷壶给兰花呀 叶面喷洒水污来蒸湿 这种方法虽然可以 但是呢如果你通风不好 又或者是呢没有把握好的话 很容易导致叶片呢 会容易感染一些病害 甚至是叶星积水 那么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 蒸湿的方法又不会对植株造成任何的损伤 这种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盆 不管是什么盆都可以 那么这个盆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装上清水 然后放在你的兰花盆周围 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水呀会慢慢的蒸发 然后呢可以增加养护环境的一个湿度 特别是兰花周围的一个湿度 又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盆里面呢 装上一点沙子 或者是呢在里面直接垫上砖块 然后在里面加上水 水的刚刚没过这个沙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将你的兰花放进去 这样子从底部往上 这个水分呢会慢慢的蒸腾 也可以增加植株的一个空气湿度 也可以呢避免在特别干燥的时候 影响植株的生长 这种方法的话呢 就会更简单更方便 而且更实用 我们呢也就可以解放双手 不用每天就想着给它喷水物蒸湿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